再來是高雄一個太太來投訴 說她在那邊樓上 跟一個主稱是 豆油減淑季的藍族說好寫 她三千八百塊 包車到台中的火薄出頭 但是到了之後 這個淑季是嘴巴打開開開 該嘴巴要收八千塊 到現在這樣 淑季來看完翁 說她開始只收三千八 京鳳已經在大早路 要帶看淑季 是不是賺火薄的旗艦 跟外客來打油 我有眼睛這位 孫雞鹹豆油開白帆車 再拿到處去 民宿有留很多人 拿去的照片 他也開車的時候 車來人家唱我的鴨匹 這位來自高雄的 有客導售 孫雞出外之前說好是三千塊 不過到他之後 雙公是八千 有客說他對高雄到台中火薄 在網路上跟孫雞用好保車 孫雞在營到台中火薄 還有米露村 現場才說過年車子起床 還要他買明膳 又說要買東西 我說我都沒有買米產 我只是上三十餐去看一下 前後咖咖咖的這座台中路由要花九千里 但是蘇姬說 那您最後是收多少錢 你就是收三千八 對呀 我們就批九孫 他現金也 是現金給我 收起公條自己只有收三千八 要給人家拿出政機 到底是不是有利用 純粹 火薄 消費機桿 起序 客戶 警方已經連絡給人家 早前如果是屬性的 會交由鑑利單位採取 和我們看一看 有 煙 ün